大家好 我是杨俊翰 然后我是田径选手 100公尺跟200公尺的 当时的回忆是蛮片段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太兴奋了 所以对于当下的记忆来说 其实是比较没有这么清楚的 只是觉得说 回忆起来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疯狂的一个晚上 但就是经过了两年 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然后慢慢那种兴奋的感觉 就越来越充胆这样子 就是会有变得有点 有点贪心想要再往下一个目标 看是不是可以再达到一样的成绩 那个感觉有点像是说 我好像跟国际比较接近一点 很像是入门刚开始那种感觉 所以对于我来说 其实一切的事情都没有变 我还是潮手的目标 然后只是说 我认为我到了下一个境界 然后从下一个境界 我是从最低的选手这样开始 然后继续努力 我那时候100公尺我跑得还不错 然后200公尺就觉得可能会担心有体力的消耗 但是到了决赛 然后很意外的我还跑到前三名 然后跟第一名就是还差这么近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自己是有一点 呃就觉得说 应该不会跟我开这个玩笑吧 就是我已经一路这么幸运了 然后就只差那么一点点 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其实想的比较多是说 呃 为什么那么久 我想 就是因为这么久 所以自己就开始有点担心 如果你是一开始就有结果 那我觉得就是 一般两对 对一般两对 然后但是就是很久 我想说 有点纠结这样子 反而 就是因为那个等待 然后让情绪酝酿 我觉得就是 变得 更更珍惜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0.01秒 0.02秒这样子 当初会想要进入田厅 其实是一种荣誉感的感觉 就是我在跑步这个过程中 当然一开始不是马上就能参加比赛 一定是在校园的大队接力 或者是一些幸运的比赛 或者是在班级的比赛 得到那种荣誉感 然后慢慢得到自信 就在这个当中 我对于这个运动 给我自信感到有乐趣 所以才慢慢的投入在这个运动当中 自律跟 我觉得它有规划啦 因为一个礼拜七天 那你要有训练 你要有恢复 你要有休息 这是基本的 那你要怎么去安排这个时间 其实就是按照你自己的规划 跟教练的规划 那再来的话 你这些都可以做好的话 那就是要从营养 或是睡眠 这样子去着手 因为有教练都会说 训练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休息 所以你要有好的休息 你才会有第二天更好的状况 才会训练的效果才会好 这样子 回过头来去检视的时候 其实我发现 在过程中我慢慢的对 开始很 对于成绩变得有点刻意的去检视它 就有点像是别人怎么检视我 我就怎么检视我自己 就是 就差0.01秒 差0.2秒 这种很极端的方式 反而我慢慢忽视说 我对我自己的期许 跟我内心的成长 到底有没有进步 或者是说我在这场比赛 有收获什么东西 所以慢慢的到了下半年的时候 伤痛慢慢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 多了很多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才会发现说 自己也就忽略了很多 自己该要去正视的问题 自己在一整年来 跌跌撞撞 然后遇到很多的问题 不管是训练上 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然后找到问题的时候 我发现 找出问题之后就很好去解决 最难的就是你连问题都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你就是一直在原地等待 所以我觉得今年结束的时候 虽然成绩起起伏伏 对我的表现来说不是很满意 但是我觉得在心境 或是在处理事情的问题上 我变得更主动 更去找出问题 然后找人来帮忙一起解决 或者是要怎么去克服